在启动仪式上,粤通社社长伍岳庄强调,最有价值的照片就是那些捕捉到最富有情感和最有意义瞬间的照片。 在前六届比赛中,获奖作品不仅以其真实性和艺术价值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还充分体现该奖项的特点及新闻性和每届比赛优秀摄影作品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数千个新闻摄影作品的投稿展示了新闻摄影领域的活力,随着国家的发展不断壮大并热意融入世界摄影圈。 今年第七届黄金瞬间新闻摄影奖的举办,预计将继续成为汇聚众多高质量新闻摄影作品的平台。 当我们接收参赛作品时,国家也正经历许多重要事件,留下了许多印记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我们认为,这正是记者们可以用镜头捕捉的关于越南正在崛起和努力奋进的形象。 今年第七届黄金瞬间新闻摄影比赛将继续通过大赛网站接收参赛作品的投稿。 在线投稿为参赛者,特别是海外参赛者提供更多便利。 该网站还将提供有关比赛规则和章程的完整信息。 作品征集时间从现在起至11月30号,颁奖典礼预计于12月举行。 ,颁奖典礼预计。